好像就是多說會多錯 在那個時機 沒有說服力 無論我說什麼都沒有幫忙 現在也是 可是你不會心軟管慶 會 他最沒有必要收到這種 名稱跟委屈 一定會想說你懂個屁 彌安東被罵禿頭吵哭 單純想摸肚肚 別管慶懷孕 這次的Legacy的演唱會 8月12號跟8月21號 是我們現在最努力 在準備的東西 最開心在準備的東西 演出當天有本書吧 難免吧 36歲彌安東 停過2017年婚變風波 今年3月跟交往5年的管慶 修成正果 登記結婚 時隔6年 他也將回歸歌手身分開場 透露事件爆發前兩年 是自我否定最低潮的時期 終於開始面對的時候 應該大家聽到事情是 是因為我在開始面對 就發生事情之後 你應該收到的很多的 責備或是 拚一拚 你說網路的東西嗎 對對對 那些對你來講有影響 Sucks It hurts F***** Sucks 尤其他講到我禿頭 這是我的 知道我花多少時間在我的頭髮上嗎 啊 MOTHERF***** 最近秀他還有人在發 Yeah 其實比較少 好像就是多說會多錯 在那個時機沒有說服力 我無論我說什麼都沒有幫忙 現在也是 可是你不會心疼管慶 會 他最沒有必要受到這種名稱跟委屈 一定會想說你懂個屁啊 因為有經過我那一天 我們在家的那個情況是什麼嗎 就是想用行為 去說話就好了 時間會證明說我們有沒有好好的珍惜彼此 或者我們是亂來的 或者我們是為了欺騙大家什麼這些 都會水落石出 一起當partner一輩子 跟結婚對我們兩個之間有什麼差別 我死掉的話 如果我的女兒需要一些安排 或者我生病 我想要急救嗎 還是我想要不別急救這些決定 對我跟管慶恩來說 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一個選擇 因為他都說管慶懷孕 你覺得他可以 還沒有 就是這個嗎 真的沒有 如果有的話馬上跟你們說 我的手放在他肚子這裡 對就讓令人 我就是 我就是想摸他嘛 所以你們有計畫要順其嗎 順其自然 就是沒有刻意 沒有檔 對如果可以太棒了 我相信人生還會帶來 很多不同的起起伏伏 但是現在是很快樂 很幸運 終於可以不用躲在家裡了 然後可以出來辦一些演出 希望不會再取消演出 不會不會 不要不要講話 對 不會的 沒有 所以才頭髮都是 都是真的頭髮 我擦一些 可能沒有保養的 還沒有 歡迎你們找我代言 請問你